先是山上再来是向哲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隐退的女优特别多 这也让人担心会有连锁效应 让这两位女优的同级生觉得不如归去 淘乃木淘乃木香奈就在广播节目上接到听众投书 问说会不会和两人一起隐退去 结果你猜淘乃木是怎么回答的 山上和向哲只是不拍2V了吧 社群不是还在继续吗 其他活动也都照跑不适 然后淘乃木接着说 如果是我的话 隐退了就代表淘乃木淘乃木香奈这个名字画下句点了 不过也请大家不用担心 我的目标是至少10年 现在才第7年 所以接下来至少3年都不用担心我 这答案真是出人意料 一般女优碰到这种问题就很日本人 吐出来的答案不是祝福就是惋惜 淘乃木 淘乃木香奈却是直接点出两位女优退而不休的事实 我想大部分的业界人士也都这么想 只是淘乃木没有常直接讲了出来 山上不用说了 强大的社群实力 各种代言以及本身开发的商品 绝对会让山上优雅这名字继续在版面上活跃 至于向哲向哲南就不用说了 特别跑到台湾宣布引退 然后表明想挑战台湾和香港戏剧团 始终珍惜向哲向哲南这个名字的她 希望能在其他领域发光发热 而从淘乃木的这段谈话 这很明显的是故意挑出听众投诉来表态的 就能明白三位女优对自己一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山上就很敏烈花敏烈花Kerara 当副业带来的利益凌驾主业后 她就放下了RVE拍摄的工作 要用这个名字好好做生意 向哲向哲南则是把这个名字视为不可放弃的资产 所做的一切都在证明已是情人向哲社长 就她之前的经纪人永远活在她的心中 甚至可以说她就是为这个名字而活了 而淘乃木淘乃木相奈就不一样了 她以自己的一名自豪 但她并不想让一名跟住自己一辈子 一旦引退她就要放下了 蛮有趣的对吧 人听到有人对山上汉 向哲引退不是谢谢或祝福就值得报道 更何况她是淘乃木 相信这篇文章出来 大家应该对三位女優的交情到什么程度 以及私下相处的状况心里有数 各位也应该明白 为什么我很少和女優聊女優了